千丝万缕 中共太子党雨滴滴出行 因动他一根头发 南非陷入混乱 自媒体谈论大象也不行 奥运即将开幕 没有孙杨 有朱婷 中国队到东京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8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Zenfer 中共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进行着全方位控制 太子党借助他们的政治关系聚敛财富 他们在金融 能源 国内 安全 电信 媒体等商业领域中 扮演着核心角色 而私募股权是他们的天然避风港 因为私募股权的交易通常是不透明的 私募股权投资简称P1 是指投资于上市公司非公开交易股权的一种投资方式 大阿格将绵横80年代去美国留学 五子登科 生下小阿格江志成 2019年江志成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 之后在香港高盛的私募股权部门担任分析师 9个月后 24岁的江志成离开高盛 创办了香港博裕资本 他的这个投资公司总是在一个企业首次招股前进行投资 在在该企业上市后卖出股份 通过这个投资 出售的过程 江志成总是心想事成 收益巨大 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博裕资本在阿里巴巴上市前出售128万股 套现8431万美元 博裕资本也是滴滴出行的投资方 这次滴滴到美国上市 离不开小阿格的里外运作 滴滴被中国证监会处罚 很可能是他得罪了习家军 博裕资本是中国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之一 他给外界的印象大多是低调且神秘的 而这个神秘的博裕资本的合伙人 除了小阿格江志成 另一个神秘人物是马雪成 联想集团董事马雪成 曾给柳传志当副手长达17年 而滴滴出行的柳青是柳传志的女儿 马雪成1976年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 于1981年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修读英国文学 回中国后在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工作 曾给邓小平、胡耀邦做过翻译 1992年 他升任为联想集团的副总经理 2001年任联想集团首席财务官 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 对搜狐、金山软件等的投资 都是首席财务官马雪成的一手操办 柳传志曾经说 我是给马雪成打工的 这随口说出的一句话 实际上表明了马雪成还有更重要的身份 2007年9月 马雪成正式卸任联想首席财务官一职 加盟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TPG 成为董事总经理 这是中共官商资本与国际资本的勾结与合作的产物 2011年 马雪成加入小阿哥的博裕资本 马雪成带领博裕资本先后投资了阿里巴巴 同城旅游 微重银行 爱奇艺 网易云音乐 明康德医药 中粮肉食 水滴筹等众多公司 博裕资本摘到的大桃子 还有市值巨大的滴滴出行和蚂蚁集团 2019年 获得全球生界女性50强称号 为中共权贵效劳医生的马雪成操劳过度去世 周年66岁 在过去10年间 博裕资本参与了多家公司的项目融资 覆盖高科技 生物药业 银行 零售等领域 在中国大陆资本厂几乎无孔不入 随着江泽民家族不断被习家军打压 和香港的内地化 有知情人透露 博裕资本已低调地撤离香港 搬去新加坡 新一轮的中共内斗将要在新加坡展开 南非前总统雅各部佐马社府办案 佐马在入狱前曾威胁说 如果动他一根头发 国家将陷入混乱 他去监狱报道第二天 7月9日 骚乱首先在南非东部 他的大本营夸祖鲁纳塔尔省被燃报 然后蔓延到约翰内斯堡 这次震撼南非的事件造成200多人死亡 当地中国商人的公司店铺都被洗剑一空 佐马的支持者们被指煽动了最近几天的骚乱 现任总统拉马福萨将其描述为 精心策划的破坏国家稳定的企图 79岁的前总统佐马将于7月19日周一 受到皮特马里兹堡地方法院的庭审 他被控在1999年担任副总统期间 从5家欧洲军火公司购买军事装备时 涉嫌16项欺诈 腐败和勒索罪 他被控将23.5万欧元收入囊中 这些佣金大多来自法国泰勒斯集团 该集团是获得价值约28亿欧元 丰厚合同的公司之一 这家法国国防巨头还面临腐败和写钱的指控 佐马和泰勒斯集团一样 一直否认这些指控 7月19日周一的庭审将以视频方式进行 佐马将不离开监狱参加庭审 然而他的支持者们可能会在法庭外举行示威 就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 以支持他们的英雄佐马 尽管佐马的众多腐败丑闻 玷污了他的总统职位 但他仍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他的家乡祖鲁国 在执政党非国大内部也是如此 佐马因多次拒绝国家反腐败委员会的传唤 而于6月底被定下卯失法庭罪 这个委员会是为调查佐马2019到2018年 任总统期间涉及的腐败丑闻而成立的 佐马于是以卯失法庭被判入狱15个月 在一系列丑闻被揭露后 佐马于2018年被迫辞职 他的继任者纳玛福萨承诺要根除腐败 不过这位继任总统也收到 反腐败委员会的传讯 中国知名自媒体大象公会的微信公众号 近日被查封引发舆论关注 该账号自2013年12月创建以来 曾发布大量人文社科类文章 而截至目前同日遭到封建的 还有大象公会创办人黄章进 在微博、bilibili、知乎等 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账号 同时从大象公会分出来的 科普自媒体回行真Paperclip也被查封 创始人吴松磊原在大象公会 从事严肃科普类视频的制作 《回行真》制作过程短片 《如何下潜海底一万米》 和《民法典如何保护你的当代生活》 大象公会的多年读者西奥多 是一名现居美国西海岸的软件工程师 他向记者讲述了他印象中的大象公会 我觉得他们文章的特点 一是知识性很强 然后涉足的领域也很广 第二就是写文章的这些作者 我觉得水平也很高 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去看问题 然后也能抽丝剥茧 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讲清楚 既不是趣味性又不是专业性 他们之前会写一些关于朝鲜的话题 关于苏联崩溃的这些话题 看出他们是自由派的背景是很明显的 我觉得这也是大象公会被封的一个主要原因 大象公会的微信公众号创立于2013年12月 其创办人为中国资深媒体人黄章进 该自媒体拥有一个工作团队 多年来坚持发布长度为3000字左右的文章 内容主要涉及人文社科领域 早在2014年3月 大象公会的微信公众号就遭到8日封禁 在那次解禁后 黄章进曾在接受中国媒体博客天下采访时表示 实质相关的选题以后还是会做 但敏感题材可能要远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曾在2015年 与上海与黄章进会面的自媒体从业者 接受了记者采访 向记者谈到了他印象中的黄章进 他希望既能避免政治敏感 又可以做到有料 有起敌性和广泛的传播度 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 他是一个很健谈和擅长交际的媒体人 也很有现实感 可以分辨出不同的人的才华 何在留俗看来比较离经叛道的观点的巨大价值 他希望通过办大象工会这个平台 在中共的言论下做一些人文社科领域的科普工作 现居美国中西部的黄先生 也是一名大象工会的长期读者 也是一名新闻学研究者 他举例说明了大象工会文章的特点 打个比方 可能共产党并不希望大家去讨论内选这个事情 但是大象工会会跟你去屡一屡内选到底是什么东西 包括生育率 其实是今年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点 我看大象工会也有好几次触及到了这个东西 他认为大象工会因此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中共的挑战 那么实际上来说 中共的统计局三番五次的去拖延 试图去躲避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话题 但是大象工会去谈论这个话题 至少在议程设置上就已经是对中共 尤其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一个挑战了 习近平当政以来对自媒体人说话管得越来越严 今天连人文话题都不能说了 那人们还能说什么呢 中国超大型奥运代表团的第三批选手 在冬奥会开幕前五天飞抵东京 包括曲棍球队 羽毛球队 拳击队 射击队 跆拳道队 体操队 网球队 之前已有翻船翻板 乒乓球 女足 射箭和赛铁队抵达东京 中国这个超大型奥运代表团包括777人 其中430名运动员 法新社今天发自上海的报道说 这次中国奥运代表队虽然没有因使用兴奋剂 被竞赛的超级明星孙杨 但仍雄心勃勃 并渴望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几个月 为其日本对手上演一场好戏 曾获三届奥运会游泳冠军的孙杨 因在2018年的一次突击兴奋剂检查中 用锤子砸碎了一小瓶血液 而在上个月被体育仲裁法庭裁决竞赛4年03个月 因此无缘致死东京奥运会 中国在2018北京奥运会登上奖牌榜首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位居第二 在2016年里约奥运屈居第三 这次中国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代表团人数 是历届出征海外奥运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虽然本届中国奥运代表队 没有享誉全球的明星级选手 但有望在跳水 乒乓球 举重等项目上狂扫金牌 此外 由中炮手队长朱婷领军的中国女排 及典永皇后张雨菲 都被中国视为毒精的热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奥运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